- 出場基本觀念與技巧 出場基本觀念與技巧 這個之前應該都有講過 然後上次講是在6月初的時候講的 那其實已經過了快一個月 很久沒有講了啦 所以這邊再拉出來講啦 然後順便今天帶一點範例 還可能剛好最近有操作一些股票 然後我們講一下 基本出場的方式基本上就分兩種 這邊講的是比較偏停利 又有停損啦 一旁邊就是主動停利 你要說主動停損也可以 就是你不管什麼指標 你覺得反正你覺得看盤面 你自己有感覺該停利你就停利這樣 比如說看什麼消息那樣 另外就是移動停利 就主動停利跟移動停利兩種 主動停利大概分為幾種 一個叫做目標價出場法 如果有印象的話 之前海豚有講過那個中石化 就是目標價到了 海豚就在Lite吸引大家說 這邊目標價到了 這邊是一個反壓區 密集價格反壓區 建議大家自己要事好停損停利 就剛好那天就最高點 之後就啵啵啵啵下來 那後來的像最近的南地 那個從馬營的南地 然後還有那個萬泰科 都有跟大家講過 還有加1都有跟大家講過 那設定一個%數 跟這個設定一個價格是一樣 就是比如說你就固定要賺幾% 就設定停利 然後這個運用指標特性進階 這通常就是使用到KD的背離的特性 這個等一下也會稍微帶一下 可是因為KD這東西我覺得比較需要大量時間練習 才可以容易看出什麼是有效的背離 什麼是假的 就是比較沒有效的 因為它通常要搭配K線 那這個就比較不建議大家學習 就是因為要花很多時間 那移動停利的部分呢 大概就是最常用的海豚最常用的就是 關鍵K棒出場法 關鍵K棒出場法 還有另外一種叫做 這也可以稱作獲利保護法 就是人家說保利啦 保護獲利 就是比如說你一檔股票已經漲了20% 但是你為了避免 因為可能短暫的利空 造成你獲利過大回讀 觸到甚至變賠的 就會有這個高點回落%出場法 比如說你現在20%你就設定 回跌10%你就出場 所以你可以去做這樣的設定 就可以保護你至少還有10%左右的獲利 對不對 那另外就是SAR SAR是一個指標 等一下也會跟大家做一些範例 那我們現在直接進入範例的部分 第一個先帶大家看關鍵K棒出場法 這是之前操作過的友訊 那時候也是周報的標的 然後這根是第一根K棒 那時候就帶量 所以有第一根的關鍵K棒就是在這一根 隔天又創了更大量 也創新高 那很自然 關鍵K棒就移到這一根 那什麼是關鍵K棒 關鍵K棒通常都是帶大量 海豚這邊給大家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就是帶大量的K棒 帶大量的K棒 那有人會說 那這根長上引線也有大量 那為什麼不看這一根 你也可以看這一根 那是因為 一般來說 海豚會習慣看有在過高的 或是後面要看後面的狀況 不是說當天它是最大量 可能就當天直接看它 也不一定 這就可以大家可以 就是這比較有彈性的做法 這是關鍵K棒的部分 那後來怎麼樣 有沒有跌破這一根 這是目前到今天為止 其實目前到現在都沒有跌破 所以如果你是從這邊進場 如果你沒有做持股的轉換的話 基本上報到今天 你都還沒出場 因為它今天剛好怎樣 回車月線 而且還收的一下引線 這是有訊的部分 那有訊其實之前 海豚有一個大大大 就是跟網通相關的 5G的部分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跨到 但它的籌碼就還不錯這樣 海豚也有持續在追蹤 今天因為最近月線上來的 就是可以稍微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有訊的狀況 沒有推就買進了 只有指教大家追蹤而已 看到籌碼狀況有沒有持續的好 持續狀況的好 那有訊的部分 用SAR出場法來看的話 其實它在這一天 因為點點不見 其實因為被蓋掉了 如果你是用SAR出場法的話 它就是一個拋物線指數 指標 它就會點到的時候 就是你的出場的時候 它就是蠻適合做一個追蹤停力的功用 也可以用來做停損 但是千萬不要把SAR當作買進的訊號 我個人是不建議 我個人不建議 因為有時候你遇到盤整 或你就一直遇到這種 碰到這邊賣出 結果它慢慢漲漲漲漲漲漲 然後這邊買進 然後它有時候跌跌跌跌跌 又變賣出你就變成雙疤 所以這通常都是運用在你買進之後 它波段有攻擊之後 再去做 不要做說看這個 撞到這個反向的就是買進 不是喔 不是這樣操作的 雖然事後看可能是準的 但是如果你是 就是你持續去 你自己稍微回撤一下你就知道 這樣會被雙疤的 那SAR出場法大家講到這邊 後面講個例子 就有時候啊 很神奇 就SAR出場法之後 後面就好像就會一直跌 這就是一個獲利保護的概念 雖然你沒辦法從這邊賺到這邊 這是2016年海淳操作過的宏達店 就是沒辦法從這邊賺到這邊 但是你有什麼辦法至少有辦法吃到這一段 有辦法吃到這一段 這段也不少了啦 這段也不少了 大概鏡像中有30幾% 40%吧 好 這是SAR的部分 那接下來帶一下最近操作的股票 那一樣的話為什麼要畫這些箭筒 就是指關鍵K棒移動的位置 如果你是從前面坐過來 你就會發現K棒會從前面 這三根都是大量嘛 所以就不管 從這根開始看 這低點有沒有破 沒破 續爆 這根又有大量 有沒有破 這邊有破 可是收盤沒破 收盤沒破 那就續爆 那這邊又是一個新的關鍵K棒 有沒有破 沒破 續爆 那一直到這一根 這根還好 這根不算特別大量 不過海豚當時是先以它當作關鍵K棒 有沒有破 也沒破 暫時沒破 就是先遮住 後面先遮住嘛 到了這一根 長上下引線的這一根是紅十字線 有沒有大量 有 所以那時候海豚在J跟紅K 我們帶會員買進之後 我還記得買到66.6啦 買到66.6 買進之後 我們就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們就照SOP做 然後到上面盤整幾天的時候呢 籌碼是持續好 持續OK 不要看昨天啦 就看這三天 籌碼是持續正向 那就覺得那不錯 那就繼續爆 那就是 因為它也不像友薰或是軍豪那種爆天亮 所以就也沒做減碼的動作 那很不幸啦 怎麼樣 今天跌下來啦 今天跌 跌怎樣 跌破 這根大量紅K低點 也跌破月線 等於是雙撐都被跌破 因為看這一天的低點跟月線 其實幾乎是差不多了 那這種雙撐被跌破海豚 你就會 就會覺得 好像不太對啊 對 不太對 雖然說前面這邊都還沒破 但是就出了吧 就出了 反正我們就是SOP 我們天順點定在這邊 我們就不要再去移動了 你不要說SOP 停順點定在這邊 這是很多人犯個錯誤 停順點定在這邊 今天破了 可是覺得還有撐 然後我們移到這邊好不好 我跟你講 你就會一直移下去 移到下去 然後你到最後停順你就會賠2-30% 然後我說不要啦 不要這樣 而且嘉靈契對我們來說 我們買66.6 我們今天砍在 應該砍在65.5附近吧 一張大概賠1千塊左右吧 所以應該大家也可以接受了 就是大概2%左右 所以這也是符合小賺小賠嘛 對不對 我們等大賺 就很遺憾 就是 籌碼那麼好 也有Apple的題材 可惜就是可能大盤代曬吧 就沒辦法噴出 這也沒辦法 我們就堵丟了嘛 反正我們該出就出嘛 依照SOP 就是海豚常講的 進出有據無謂無據啦 好 我們這次嘉靈契的部分 還有跟大家交代一下 因為嘉靈契海豚有講蠻多次了 所以這邊跟大家講 那漢語博呢 漢語博是這週的週報 應該說第七集的週報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當初選漢語博為什麼選他 這根大家說關鍵K棒 好像是看到JG 因為這根也是大量 那後面有跌破 那這邊又跟開高走低的黑K 其實那時候海豚在追蹤漢語博的時候 JG出現的時候 海豚就已經把他先暫時移出 移出的追蹤的股票了 但是後來這幾天 1 2 3 4 5天嘛 怎麼樣 從馬持續 外資還是持續在買 主力也是持續在買 所以很自然海豚又把他挑回來 重點是他越線上來又有機會防守 也是一個雙撐的概念 那很不幸怎麼樣 昨天雖然收月線支撐 可是今天就剛好跌破 這個低點是28.2 今天剛好收盤 收盤前大概是28.15 跟28.1在那邊跳來跳去 海豚在想 這死小子到底要不要收上去 然後還一直到試戳的時候 海豚才真的想說反正破了就破了 因為他盤中有破線 這個結構也被破壞掉了對不對 那之後如果他真的再轉強 我們再買回來就好啦 反正現在我們看到了什麼 現在線圖告訴我們 市場告訴我們就是 這邊是你該出場的時候 我們就出場 我們就不要想太多 所以在最後試出的時候 海豚就把訊息就發出去了 發訊給會員 告訴大家 跌破6月1號的低點了 符合我們SOP的賣出訊號 那我們就出場 我們就不要想太多 我們就沒有壓力 反正我們就照個訊號做就對了 所以漢允波我們這也是做出場 那雖然他籌碼很好啦 就跟均豪一樣啦 籌碼很好跌破怎麼樣 該賣還是要賣 所以你看他均豪今天盤中一度跌到5% 如果你昨天沒有賣的話 你今天盤中就會抱得很煎熬 我跟你講 可是怎麼樣 昨天你砍均豪的時候 海豚你在想 昨天海豚均豪砍在29.3.4附近 後來就殺尾盤 那海豚就想說 那如果今天反彈怎麼辦 反彈就反彈啊 對不對 昨天你市場已經告訴我們要出場了 那今天反彈就不搞我們的事嘛 對不對 像那個漢磊對不對 昨天他一度漲到7% 今天怎麼樣 盤中一度打到跌8%是嗎 如果你那時候不停損 昨天7%你要很高興 今天馬上你就要砍的 比當時海豚出場的點位還要低的 我跟你講 重點是我們那時候砍的時候還是賺的 那均豪一樣啦 關鍵K棒在這兩天嘛 大量低點 那這個就更好的講法啦 就是他今天低點 他這根黑K 根本算跌破的旗形 可是他關鍵K沒有破 那就等於是我們還可以繼續防守嘛 而且月線支撐還在 所以海豚隔天這根紅K之後 盤中看到出量 海豚就帶會員就尻了啦 就進去了啦 那當然隔天這邊衝很高很開心啦 但因為量太大就海豚就帶大家減嘛 那再來就是上禮拜五嘛 對禮拜五 欸昨天還是禮拜五 喔昨天啦 昨天跌破怎樣 這根大量低一點 大量低一點 那海豚就覺得 這上面都被套牢啦 那短線可能沒戲啦 就算不漲也要盤整 那不如就出場 對不對 那均豪他的重碼還是很好啊 那之後有盤整起來 形態要變漂亮 我們再買回來就好了嘛 反正1000多萬股票 機會都有 而且上最近大盤 不怎麼好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現金為王也是一個選擇 現金在手上 對不對 之後有什麼股票你要進場 就有資金可以雕動啦 好 對最後講指標出場法 這個是圓百啦 圓百 這個簡單講一下啦 就是 之前很多人問海豚說 可不可以交KD的那個背禮 就海豚一樣講啦 就是背禮它有很多它的條件 它不是單純的高 指數高過前高 然後KD高不過前高就叫背禮 不是這麼簡單 它還有一些 就是比較嚴謹的條件 比較嚴謹的條件 至於這是什麼 海豚之後找機會再交啦 因為不是很想交這個原因是因為 很多人會誤用 誤用之後再來說這個東西不準 那海豚是不太希望有這種事情發生 那很簡單跟大家講 指標出場方法 就是KD高過前高 指價格有創前高 可是怎樣 KD沒有過前高 然後再死亡交叉 其實你會看到 剛剛的加點液也有一點這個味道啦 有一點 這個味道 可是海豚那時候設定的出場條件就是 看這個紅KD的跌點 所以這個就是被海豚PASS的訊號 當然說海豚當初就設定說 用KD背禮當出場訊號 那昨天就會出了 因為昨天就死亡交叉了 好這個大概是這個部分 那原版到目前就是 這是5月中 現在到6月底 它一直在19到20之間盤整 就是海豚周報有講到原版 就是那時候也算賣的蠻漂亮的 欸不是那時候是賣在這裡 那時候被騙 後來尾盤沒有交叉這裡 是一直到這邊才正式交叉 不過也差不多 價格差不多 這是指標出場法的部分 好 說碼學員大家好 我是Mr.海豚范振鴻 范老師 那現在時間是2018年 6月7號下午4點40分 那一樣現在要開始我們的索馬影音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索馬 索馬標的 那第一檔呢 今天有兩檔喔 我們下一次我們下一次的 我們下一次的一檔 谢谢观看